拿起紅色吉他 一盞磁性嗓音 在全世界邊外交邊唱歌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最新唱進烏克蘭首都基伏酒吧 在俄軍推進攻勢之際突襲訪問當地 最後帥氣刷吉他 贏得滿堂彩 事實上布林肯對音樂的熱愛早就名聞天下 去年就在國務院晚宴上現唱經典藍雕歌曲 甚至在Spotify上有個人頁面 還顯示發行過多首單曲 大型音樂外交的布林肯 也沒忘記會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帶來好消息 而在美務密切互動之際 俄羅斯方面傳出總統普丁大動作撤換國防部長 甚至還想到北京搬酒兵 中國外交部宣布普丁在五月十六號出訪北京 並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讓美國國務院開酸似乎是對戰爭感到絕望 不得不伸手求援 下一個新聞 雅惠春報道 在北京搬交部宣布